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明星不再是一个职业 而成为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 前有居静一保镖赶正常乘坐电梯的乘客出电梯 后有余淑欣不遵守当地方疫规则 不履行隔离规定 擅自出事 似乎他们觉得自己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就不需要遵守公共秩序 公然愉悦规则使用特权 今天叨叨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明星所谓优越的行为吧 3月17号 网友爆料龚俊和钟楚希不顾防疫政策 带着助理和工作人员聚主吃饭的消息 一时间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根据网友描述 目前正处于青岛市防疫期间 青岛餐饮单位纷纷开始暂停接待堂食服务 但没想到刚实行没多久 就让人给拍到了 龚俊和钟楚希二人大摇大摆的 带着工作人员去饭店堂食吃饭 从这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钟楚希和龚俊前后进入餐厅 并且身边还跟随着工作人员和助理 而且视频还能听到一些对话 钟楚希说 现在青岛不让堂食 龚俊说我们不会被拍到吧 这就明知道这项规定却这样违反 的确很败坏路人员 即便是这件事情已经被相关剧组澄清 但是并没有得到网友的原谅 是他们违反规定在心 而且明星凭什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作为公众人物明知不可而为之 这种表率真的大可不必 后来清道官方的回复说 已经对其进行教育告诫 并要求暂停堂食 算是把这件事情给盖了过去 所以粉丝们先别喜了 错了就是错了 而这不仅是明星第一次享受到特权 之前他方的王力宏 违反台湾的防疫规定 最后才处罚了1万台币 而刀刀开头提到的余树心 还不止一次违反 去年1月13号 有网友爆出 参加《青春有你3》录制的余树心 在河北狼房录完节目后 为了要求隔离7天就离开了狼房 这次防疫规定可是早在12号 央视新闻发布 狼房全市需要居家隔离7天 可是当天他们直接飞往上海 事情闹大了之后 余树心所在的组合的官博 迅速发表声明 表示因为陆制地大厂 是狼房的低风险地区 因此持核酸证明 几件扛马就可以通行 但问题是 大家不是问你怎么进的上海 而是怎么出的狼房 而当时还有一新闻力证 青三的战节全部都被集体隔离了 余树心又怎么能出河北呢 明星就有这种特权 能为了工作就不履行隔离规定 有些离谱了吧 余树心之前还因为不想说 自己是余树心上了热搜 这段话是他自己直播的时候 爆料出来的 当时的店家冷漠回复 你是余树心 你也要排队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球事 就在直播里分享给粉丝们 顺便希望大家不要拿他的球事 来大做文章 但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他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行为 没问题吗 你是明星就不要排队 所以店家对的很好 余树心这件事情不是个个例 在当下的舆论行业 知名明星的收入水平 远超其他同龄打工人 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这种特权便利事件 自然会让大家觉得有被冒犯到 之前孙丽在镜中拍摄 《那年花开》月正元时 当时她嫌她住的酒店旁边有建筑工地 说太吵了 利用自己公众人物的特权 就在微博上 艾特了镜中官方 让给她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这个工地是地铁建设项目 镜中的交通当时已经瘫痪了大半年了 而且因为冬天结冰增加了施工难度 所以才要连夜施工 工地已经申请了夜间许课证抢工期 一切都是合规合法了 可是因为她一个人让工期延期 可真是大拍 但是她住的这个酒店 本来就不在他们剧组最近的酒店名单里 男主陈相和其他演员 都住在距离最近的四星级酒店 她偏要跑到这么远住个五星级酒店 而且这个酒店就是新建的 基本上没什么人 而且周围也不是均匀区 酒店已经提前跟顾客解释过了 所以是她有问题 还是工地有问题 不言自明了 同样是大家认可的老戏骨 张国立也是够大牌的 当时她在江西剧组的时候 竟然让一座桥封上两天 严重迎送了民众的日常出行 难道普通百姓的生活轨迹 就可以随意改变吗 这种优越感到底是从何而来 之前十八线胡卡曾益克 在机场不配合工作人员检查 还恶人先告状 最后只能害了自己 现在还怎么出来蹦的 还有拘警仪 网友们爆出她在机场乘坐电梯 保安核置电梯内粉丝下来 引发热议 视频中核置粉丝的保安声音响亮严肃 隔着屏幕都能令人感到害怕 同时屏幕上印证 拘警仪来了好大的证实几个字 不少网友粉纷表示 就算是明星也犯不着这么大架子吧 吐槽巨镜一百架子 站在道德制高点 为乘坐电梯的人鸣不平 杨朝月李佳琪落户大城市的新闻 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杨朝月从大公妹成为明星后 轻轻松松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落户上海 要知道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落户有多难 上海户口的稀缺性 与杨朝月李佳琪看起来真的是得不配位 明明大把真正有用的人才 还在愁落户愁工作 他们凭借着明星的光环什么都有了 就让人觉得真的有失功运 让以后多少青少年认为 追目娱乐圈就是名利双手 价值观倒向完全扭曲了 还有吴某凡 之前爆出他身边的保镖 推散抗洪人士 这到底是去参加公益活动去了 还是当大明星白谱去了 蔡少芬早前曾因被拒绝带忍耐上机 而在微博怒骂安检人员 后微博留言为早前忍耐时间反省道歉 原来当然被拒绝和没礼貌对待时 忍耐的心便会变得渺小软弱 在主面前我突然很后悔和内疚 不管事情我是对于否 但我仍要为我的态度求出原谅 他又强调 我虽然是明星 却不觉得自己有特权 乐团大姐大纳英曾称 自己忘带演出服 警车开到回家去 引发网友热评 微博内容 今天特早就把妆化完了 刚到国家体育馆来参加交冠局春晚 一进后台演出服没带 这时候交冠局的全都冲上来了 警车开到带我那笨助理飞奔而去 交警这时候不用 啥时候用啊 结果被网友们一顿炮红 公共资源就是这么被你们浪费的 还觉得自己优越感十足 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黄子涛也有一些优越经历 当年他在微博上声称 好想进去看一眼他的母校 但却被保安拉了下来 无论怎么说都不让他进去 最后还使出了杀手键 说我是明星 我是明星 结果保安可能本身也就不认识黄子涛是谁 大半夜呢 有人坚持要进校园 可能以为是乱来的 根本不相信 索性直接把门关上 以最直接的方式拒绝 让黄子涛尴尬笑说 哎 好怀念呀 你是明星也不该大半夜 要求人家保安给你开门呀 黄晓明和杨颖两位虽然现在离婚了 但是之前结婚的时候 可算是非常轰动 但你知道这里有多出格吗 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在上海竟然疯了路 造成延安路南京路等地的交通堵塞 严重影响市民生活 因为这件事 他们还被人民日报批评了 明星结婚是个人的事 但是他们在办个人的事事 需要考虑对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更令人无语的是 某党综艺里 有素人夸赞明星亲民 小爱豆回答 我们就是明 却让气氛当场尴尬 张萌嫌弃着说他豪杀 难道他们不是普通民众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皇帝公主呢 作为一个明星 一个公众人物 你们只是比普通人多了一层光环而已 是喜欢你们的人多了一些罢了 为何要照着这些优越感去越权行事 说到底是粉丝们跑得太过 让这些人失去了平常心 但如果有一天真的出格了 那么等待着你们的 恐怕只能是神败名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